国家主席习近平3号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纳伊布·阿曼多·布克尔·奥特斯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名礼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 国务委员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彪和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布克尔访华的有 总统夫人经济部部长 农牧业部部长旅游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萨中两国国歌 和谐部长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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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 布克尔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布克尔适应习近平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 同布克尔总统会谈 这是你首次访华 具有重要意义 相信通过这次访问 你能够充分感受到 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 也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和当今的社会活力 中萨建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大事 开启了双方合作的大门 中方愿同萨方一道 在互不干涉内政 相互尊重原则基础上 扩大交往 加强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来中国走走看看 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和相互了解 为中萨关系 构筑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推动中萨关系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尔瓦多共和国联合声明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